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放假了 然后就在家里做一餐饭吃 现在这个有没有人认识这个的 现在我要把它这个突起来的这些给去掉 这个呢 是你的薯片 刚栽回来的 这小六今天放假回来就包点汤给他喝 这个是板面 不过现在板面没有了 嗯 剩下这一点我留给家里人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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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那些兄弟抓来的 要他知道我喜欢吃 要留了一点给我 那我今天就等小六回来 就来煎点蛋 我刚才用那个药水来烫了一下 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烫出去 剩下的都是这个成条的 这是虫子了 对 现在就先把这个骨头放上来包先 这个板栗等下再放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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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这个蛋跟这个蜂蜈搖在一起 好 油有点放多了 要调一点 调开一点 让他这个油升进去 要不然他就会 会粘锅的 这个蛋白质很高 一般过敏的人是不能吃的 不过能吃的是 这个是可吃大补的 那你小哥会不会过敏啊 我不会 就是蛮人的教一下 女人的女人压 那我今天要买女人压 哎呦 教了 我给你吹了 上上锅 哎呦 精神 我们把这些盐肉跟红枣 把它倒进来 这些盐肉 我们就要开饭了 今天走路在家里吃 很丰富一点 吃到很多吃 在家里吃饭 比吃香的好吃多了 真的就到家里面好 喜欢酒妹的视频 还有喜欢酒肉 记得点击关注 还有酒哥的 拜拜 大家想了解酒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